那個基地的開發 那從不同時間的發展來看 台大醫院,對不起,剛剛那張,前面那張 剛剛的那個,不是這張 就是我們準備計畫的那個開發的部分 好,就這張 我們的那個討論的標的當然是現在那個郭羅斯 大概是這個位置 那北半邊的這個部分其實在日本時代也好,戰後也好 其實它那個蓋房子的那個老洞的那個狀況 其實我覺得相對於西側 其實我覺得可能有機會清代的那個淡水線以來的移構 其實都還在地底下 因為它其實看空照圖這一邊的老洞 其實不多 那整個那個地下室未來開發的時候 其實清代的移構其實是有機會出土 那這個移構其實在戰後 對不起,在日治初期其實變成未需一月的部分 所以我大概針對這個部分 就是也許在我們擬定那個整個建設計畫的時候 可能把這個部分一併納進來 有關未來那個移構的出土的可能性 做一個因應 好,其他委員還沒有 好,那個 曾經那個修復計畫這個部分 我們再提出一些疑慮啦 就是按照這次,我不曉得這個磚現在是怎樣 按照這次山形的採檢 幾乎是所有的混凝土 都把那個磚縫的那些混凝土大概都不能用 所以幾乎是全採檢 那我不曉得這個現在提的 剛剛看來很多是面狀的處理方式 我不曉得這個 現在判斷那個磚縫到底怎麼樣 因為已經有很多次重做等等這些事情 我猜可能在這個料上面 可能會沒那麼理想 所以現在提的方式 可能我覺得 因為切的實在太細了 希臘說將來補牆的時候 我也不曉得 因為這邊提的 沒那麼詳細 那第二個呢 可能如果是全拆解的話 那個車位可能要 要幾乎一段時間重去 幾乎要全部重來 所以現在看的這個機會 我覺得還不太安心 這麼講 如果我這樣來看 但我反而覺得 可能採取方案很一樣 就局部 就是因為 不過因為大家 大部分的委員都採取方案 但我從這個重建的觀點來看的時候 我覺得 因為窩如房的房子還算蠻大 那大也不是採用平移方法 是用拆解方法 局部拆解方法 那要 當然是為了保留那個洗衣房 但是如果洗衣房 如果公路房全保 因為它房子 等於是 現在牽引等於幾乎是 重建的方式 那也做了很多 因為很多都是涉及到 混淋土等等 這些一段一段 我覺得採解很細 太小段了 那我覺得 如果我選 我寧可選方案一樣 我的看法是這樣 先幫我回答一下那個 大概磚的狀況 因為我沒去現場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是現在已經有一些被拆解了 被破壞了 所以磚的部分到底是什麼 目前那個 鍋爐房跟洗衣房是保留的 就是這個是洗衣房 這是鍋爐房 被拆解的是後半段的這個部分 這個不是鍋爐房 對這個是完整的 這是完整的 然後它的 它比山景倉庫要 這個 以磚結構來講 它的勾縫裡面的灰漿 在我看來強度是夠的 而且它的厚度 到達這個 大概差不多接近四十公分 所以 它的目前這個磚牆的結構的強度 如果我們經過結構補牆以後 這個大片切割再充足是可能的 那麼我再說明一下 其實你教授認為說拆解過細 事實上我們現在拆解開來 用鋼結構補牆完 一個piece要到達十公噸 是非常重的 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只是 可能我畫的圖比較小一點 那麼但是 重組縫合的可能性是有的 像這樣 不過像李家說說的 我們必須要 另外再做結構補牆 因為將來會 會另外一個補牆系統 有一個結構補牆系統 這當然是 目前我們的圖面 先指這個保存計畫 那麼當然要進一步的話 會有細部計畫 再供委員這個指教 可以先試著 我現在看這個可以先試著 鬆動幾塊看看嗎 還是已經鬆動過 因為用看的不損 因為總覺得 我不曉得現在鬆動幾塊 如果一下就覺得 沒有辦法鬆動 因為牆非常厚 而且非常密實 是非常殺人 他跟清末的那個 清朝的那個很不一樣 請讓委員 針對這個案子 有意思嗎 我想就是 整個案子 如果說照這個 你辦的內容 哪邊 黃委員 好 好 有一件 我從一個非常外行的人來看 那天我有去看 我第一次參加這個現場 現刊 可是我來比較中央的很多的文資 到底是要指定為國基 或登陸為歷史建築 或者是遷移或什麼等等 我是覺得這個案子 我是尊重大部分文資委員的看法 就是第一個就是登陸為歷史建築 第二個就是用方案 第三個就是保存計畫 或遷移的計畫 要審慎的來執行 參考今天的委員 還有現刊的委員 當時的委員的意見 來修正來執行 最後我就是感謝提報人 跟所有文資工作的 大家這麼為了維護我們的文資 這麼認真努力 謝謝 謝謝黃委員 給我們做了那麼好的方向的結論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在這個結論正式定案之前 是不是先讓這個提報 這個 再發表一下 我想要補充幾點 第一個就是 在台大議員的規劃案裡面 有很多是醫美空間 對不對 那算不算所謂的公共利益 應該是一個問號 那今天如果我們為了一個 大量的醫美空間 去贏一個這樣子的古蹟 我覺得委員要三思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以往的一個 我們看到台灣幾個案例 案例來講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 在台大議員裡面 他的瓷磚的一個 磚腳的接縫 來講 做得非常好 現在的技術 我很懷疑 到底做得到做不到 基本上我們沒有看到成 沒有看到成功的案例 如果委員要以 那沒關係 那你把案例提出來 他可以成功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們委員之前也講過 那是煙囪幾乎就是蟲蓋 就是蟲蓋 就是一個造假的一個 一個古蹟 造假的一個歷史建築 這樣子到底頭不頭燙 我覺得還是再去 再去做一個三思 當然我覺得公共利益非常重要 所以當台北市政府 如果說我們在設計 規劃裡面的一個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也可以兼顧到 所謂的病床 病這樣子的一個樹木 如果說我們在台北市 例如說我們台北市政府 那個是因為現在還在養蚊子 那塊餐料以後 現在照片流不出去 我舉個例子說 我當然不見得說要在那邊 如果說我們有其他 更好的一個方案 其實我們不應該去 犧牲這樣子的 一個文化資產 我覺得還是去 再去考量一下說 我們還沒有另外一個機會 謝謝 那這樣就是說 提報人提的部分 我剛剛已經講了 就是說 未來我們都要充分的溝通 那文化局 甚至台大都有建立創口 跟大家來做持續說明 那麼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不管是懷疑三思 或者是都會納入未來思考 好不好 那麼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在整體的文資審議裡面 我們也希望慢慢的往前推到 大家能夠感受到就是說 多元的尊重 但是文資會 我一開始主持的會議 就特別拜託大家 這是一個專業的審議 可能未盡每一個人的這些想法 但是它總是一個開放的過程 效率提升也是剛才委員特別提到 所以我想就是說 在這樣的狀況 是不是我們請求 照剛才尤其黃委員 給我們的指教 我們照你辦的這個內容 來立件的確認 再加上就是說 未來的保存 那麼採用方案二之外 要把大家整體過程的一些建議 納入這些相關的修正 那麼我們提報人也好 或是民間的文資相關的 個性分子同仁 都可以隨時再來採用 好嗎 用這樣一個方式 把這個案子做這樣確認 如果可以的話 我記得就請大家 要請進入第二個案子 好不好 謝謝 我可以講一下是包括了 鍋爐房 洗衣室 那煙囪也有 煙囪也有 今天我們先確認那個 歷史建築的身分跟他的保存計畫的方式 那至於登入的理由跟範圍的部分 那我們把今天委員的一些意見 甚至包含未來移購的這個部分的可能性 然後從納入下次登入理由做個補充的報告 然後就是說這個 剛剛有很多疑慮啦 就是說我們做了之後馬上就簽一個 但是說 那大部分 像林安泰吧 就是簽移之後20年才 老師先給他一個身分 整件完可以再重新討論 因為包阿姨夠都存同 對 你這個身分沒有他怎麼理啊 就是說他因應計畫都不能過耶 他請照都不能請耶 不是啦 北投市請建照 北投車站請建照 所以你要給他身分他才 不然他移到重産來 可以監督 如果完全沒有身分的話 我們現在要監督中央 他現在就拆了 不怕有沒有保障 移到中山南路都會有問題 疫情不到建造的啊 沒關係 禮拜的事項我們先確認吧 那剛才講的 細部的保存的這個方案選擇 二字外 他還是有討論的空間 好不好 在未來我們再來追蹤 好不好 好我們就這樣子 來我們繼續下一個案子 審議案二 南港區台電中心倉庫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七十八條 古蹟指定及廢紙審查辦法 及歷史建築登陸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辦理 台電中心倉庫全管單位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區內共二十處建物 那其中十四處建物原本是屬於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中央機關精管具文化資產價值潛力列管名單 這個部分委員可以看附件二第五到第八頁的部分 本案建物地址為台北市南港區中校東路六段三十九號 坐落土地為南港區玉城段三小段五六三及五六四第號 本案本局於105年9月1號邀集李前郎委員王慧君為 張坤正委員進行本案列策追蹤審查現場勘察 會勘結論建物具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結果納入列策追蹤 因本案涉及本府公辦都更計畫未及早確認區內建物文化資產價值 本局秉全責於105年11月24日在邀集委員辦理專案小組現場勘察 會勘結論 經本案台北市南港區中校東路六段三十九號 台電中心倉庫建物專案小組現場勘察評估 區內C庫交貨台旁機房N1N2庫三棟具文化資產古蹟價值 後續將本案文化資產評估報告續送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 以下為專案小組意見摘要 交貨台旁機房與N1N2庫為日治時期所興建 立面有現代主義風格之水平線角內部裝修精緻 N1N2庫的二層建築為鋼筋混凝土造內部有升降機設備 留有1935年代捲陽機在建築設備上有其重要價值 C庫部分為日治時期之結構建築內部大垮度屋價 呈現當時材料與技術的特色具有珍貴降值 其結構高度接具特色交貨台旁機房及N1N2庫為二戰前建物 建物構造優良結構堅固至今保存完整 外觀形式仍具古典對稱特色地面有線角處理 具有1930至40年代現代建築者中主義之特色 能保存日治時期升降機設備為罕見之力 本區建物分屬不同時期興建 1945年空照及地圖標明本區為小型工廠 面朝北側的鐵道區內建築C庫交貨台旁機房 及N1N2庫三棟為日治時期建物 其餘C1 D E F G 車庫 H庫七棟 至遲出現於1956年空障 那迄今已超過60年 那本廠區全區以中央通路為主軸景觀大道明顯突出 及副工廠特徵 基地形式完整 建物集中處西北側 對未來開發與利用妨礙不大 建議可將前述的建物保留 那這張圖是基地位置的地極圖 整個基地範圍共有兩筆地號 南港區玉城段三小段563及564地號 這張圖上所標示的是專案小組會刊結論 所提及的三棟巨骨機價值的C庫N1N2庫 及交貨台旁機房及後方水池的位置 那以下為會刊照片 這是C庫的外觀及建物內部 N1N2庫的建物外觀及內部 以及N1N2庫內部保留1935年代捲陽機 及交貨台旁機房建物外觀及內部 這張圖是區內道路兩側建物的形式圈區 那委員請參考手上資料第29頁評估報告 有關未來管理維護的財務規劃 文化資產應由所有全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因此未來管理維護建議請管理單位台電公司余會中說明 有關指定及登陸範圍影響評估 本案土地涉及本府公辦都更計畫 配合文資審查的結果 進行細部土地容積調配 所有全單位台電公司擬將文化資產注入土地回饋市府 再由市府與台電公司協調容積調配的細節 以下你辦 逢案你請同意指定南港台電倉庫C庫N1N2庫交貨台旁 機房共三處為本市市定古機 名稱南港台電倉庫種類其他 位置台北市南港區中校東路6段39號 定著土地為本古機包含三棟建物C庫N1N2庫交貨台旁 機房級後方水池建物坐落土地為 預程段三小段563、564部分地號 實際保存面積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主 指定理由及依據交貨台旁機房N1N2庫為日治時期新建 外觀形式對稱立面有水平線角 建物具現代建築折中主義 C庫部分為日治時期之結構建築 內部大垮度無價呈現當時材料與技術特色 具珍貴價值 N1庫內部能保留日治時期升降設備及 1935年代捲陽機 在建築設備上具重要價值 符合古機指定及廢紙辦法第二條第一項 第135款評定基準 保存範圍為台北市南港區 郁城段三小段563、564 地號北側基地 本案其餘建物不指定不登入文化資產 本案提請委員審議 我們有正式發言嗎 FUCHIDE 特幣 我們有正式發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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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生發言 我有一個先第一個疑問是說 我們現在委員所指定的這三個土地 這個三個土地的認定這個地方是 是不是在他們台電的回饋土地上面 這是第二個 第二個我要講的是說 我為什麼要爭取台電博物館 還有文創園區 因為目前從 我像副市長從東區門戶開始的時候 我見過你一次到現在 我不知道你對南港的了解有多少 第二個 以前的南港我相信是非常的落後 我相信如果有人住在南港的話 應該也知道 像以前的鐵路局還有一些 那個牽走的 但是現在 我們副市長有住 像昨天就到我們南港去 有把通航的一些問題都有一些解決 然後現在 我們南港所缺乏的是什麼 第一個文化 第二個博物館 為什麼要台電博物館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像自來水油博物館 還有其他的單位都有博物館 唯獨台電沒有博物館 為什麼要把它保留 因為這個地方 從以前台電到這裡設的材料中心以後 到現在 已經慢慢的轉移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這一塊土地在我們南港的話 包括在我們河城裡 它是屬於南港的中心地帶 像現在 在我有一趟那個 不知道有沒有台部市長上面 從松山火車站 到柏陽建設 還有台鐵的BOT 現在都周邊的五分五三圈 還有我們 我現在提的台電博物館跟文創園區 再來的流行音樂中心 然後南港車站 中間還有一個62號的 九千名的公園 所以在我河城裡的周邊這一帶 以後都是南港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為什麼 第一個 一定要 文化是一個無形的東西 可是 它又代表了我們人類 從開始一直的演變到現在 包括文創園區 是給一個年輕人 以後在這邊的發展 所以我是提到說 這個 在我們南港的周邊 能夠把這邊變成一個 以後 是不是可以成為第二個 那個信譽區 來這邊讓 帶動 南港的一些發展 我大概目前先 那個 說明到這 還有我們一些的住戶 我想 我們這邊可以請他那個 再發表一下意見 好 謝謝 我們下一位登記發言的是 下一位 沒有 沒有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參與 參與這個公定會 我本身是住在台電這個倉庫旁邊的 那個大都市新天地這個住宅區 目前擔任副主委 那社區的住戶聽到說 這邊有部分要發電話 進來的苦境 其實住戶都非常非常的興奮 大家有一個願景就是說 我們將來這裡會有一個華山 華山文創園區 所以我們的願景就是這樣 因為我看到說 其實我個人從小是在西區長大 西門町 那 終於北門恢復他的原貌 每次我走過那邊經過那邊 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動 因為以前被那些高架給他圍的 那個樓都幾乎快要塔掉 那現在市政府團隊 開始注重這一塊 我覺得非常的非常的欣慰 我們的願景就是說 能夠有一個更好的一個生活空間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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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我們還是針對這個案子 來看看大家 這邊什麼指標的意見 就是說針對現在這樣的一個禮拜 有部分是確定 表示一個設定的預期 那其他的部分 他可能會把它畫進去 那一家不同的觀點 大家是說的 先指標 有沒有 那剛才里長講的部分 我們副局長或專委 要不要簡單的回應一下 我們要不要進行看都發局的意見 因為他們對這塊地有一些的想法 一些真的包括 這塊地 好 主席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都發局做個回應 那有關剛剛里長所提到的這個部分 因為這塊地現在是工業區 後續會朝商業區方向來發展 那依照工業區並跟審議規範 台電是需要回饋相關的這個土地給市府 那目前我們正跟台電這邊協調 那後續如果在文化資產的部分 有指定過相關古蹟的話 我們也會讓市府回饋的土地集中在土地 古蹟這個部分 那並且依照這個文治會最後的決議 來做相關的再利用 那所以最後有關里長所提的這個部分 有時候目前跟我們 跟台電協調的方向原理上是吻合的 以上報告 好 好 謝謝 那各位委員其他有沒有意見 來請 就今天剛好里長在這邊 我也想請教一下就是說 因為作為一個文化資產 其實我們非常同意那個里長的看法 也很佩服 覺得那個里長這樣子的想法 對你們來講都非常有幫助 那但是我們就是想說 現在指定的那個名稱裡頭 我們都用像那個什麼台電中心倉庫 或者說什麼N1N庫倉庫 那不知道說里裡頭 目前有沒有那種日治時期就住在這裡的人 想不曉得說這幾棟倉庫原來的功能 因為我覺得如果可以知道的話 那我們名稱上面還有關於這個地方的歷史 比較容易去追蹤 然後在指定以後理由上面 這樣看起來大家也比較清楚 然後除了台電倉庫之外 因為他在日治時期 這個地方他應該是有另外一個用途 然後後來才變成是台電來用 所以 當然也許不用在今天就是未來 如果里裡面有那種日治時期 就住在這裡的人可以請教他看看 那名稱的部分 後續我們其實也可以太討論 但是我想他的價值我們都很肯定 謝謝 我先補充一下 因為我里長也做不久 我在那裡也做不久 所以 你剛才說的以前 我們說南北我也沒說很厲害 但是今天 今天你有這個問題 我會 往這個方向去搜集一些資料 因為我剛才沒有卡一些我們那些在地 就是說跟我們這個都公有關的 就是說我們要提出一個證明 讓我們的都發局能夠說 你這個 在那以前 我把你發作 鋼蝦区的時候 會進錢 到底是什麼 但是我丈夫去卡了 因為這個可能 我們阿祖記不起來 現在我相信阿祖記不起來 所以我相信阿祖記不起來 可能也沒貴 包括送品什麼 可能這個取決可能 會比較少一點 但是我會從台電的方面 還有我們這邊都發局的方面 去調一些資料 看能不能說 證明一些 說我們這個以前 到底 南港 在以前的時候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方面 我可以再發揮王努令 然後我再呈現給你們 好不好 謝謝 針對王委員這部分 那今天台電有來 因為這個部分的發展歷史 我們看看台電有什麼意見 因為他登入身份之後 其實他這個資料 還是要有再補充進來 那你先跟吻律政策說明 要不要我可不可以抬臺電 台電才好 不好意思 因為我也是到 南港商戶這邊 才不到三年的時間 所以對於過去的歷史 我一無所知 所以可能要回去再做一些研討看看 我們還是多方再來做探索 好不好 主席各位委員會代表大家好 我是想提供一點點的意見 去呼應剛剛王委員 以及剛剛陳香菊 還有台電跟里長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台北市現在有所謂的 台灣博物館系統 那其實這個針對台北市的 這個工業以產品 自己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從台博港本身到土地銀行 然後現在的南門工廠的部分 以及那個即將要開的 這個鐵道路就在北面的旁邊 它未來是台灣的這個 現在新國務館的這個一個所在地 所以針對這個地方 那未來台北機場 將來也有所謂的鐵道國務館的一個概念 所以去呼應剛剛那個里長提到的 台電有沒有可能作為一個 台灣的電力的發展 以及未來這個能源的 這些一個教育的一個場域 其實應該是有一個這樣子的地方 可以有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個人非常致起這個 一個保存跟後續的計畫 那倒是說 如果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許像剛剛講到的里長可以 即台電就可以先去做一些 將來未來這個軟體的 某些程度的一些文型調查 以及資料的累積 我想這個在後續 在討論到這個都市計畫的整個變更啊 跟討論的部分 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好 謝謝 其他委員他們請 我想如果這樣欣賞的話 就是說這個未來的這些擴大後續 或是有新的跟台電結合的方向 我想我們都可以再來架錄嗎 會不影響我們今天這個領域的內容 我來解決 就包括主席 就是如果今天 他是有一部分已經指定股基 就等下結論看看 那他依據文字法 他就要做調查研究 對 就台電要先提出來 對 我說除了調查研究之外 剛才林委員提的就是說 也呼應里長跟在地民眾的方向 如果有可能 他可能還是要結合台電 在整體的後續是否擴大 那這些東西並不會影響到 今天的這個禮拜的結論好不好 就如果說大家同意 我們今天的這個禮拜的內容 那麼這兩項還是給他通過 謝謝 我想那個資料時候有錯文 再較勁一下 因為你們這邊 基地現況主要用的編號是一二三四 可是那個文化部的資料又寫 A多少還有什麼 然後那個報告裡面寫的N1N2 配不起來 這個資料是不是你們再確認一下 對於要接著我們 這個要推動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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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照這個010通過 好不好 後續我們再接著大家的探訪 那可以開電能做成的 那我們請下一個案子 審議案三 施定古基之三岩會計工 應設置無障礙電梯提報移植發掘計畫審查案 提請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五十一條 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 辦理情形 施定古基之三岩會計工位於之三岩移植小山丘上 為了方便殘障人士及常年至之三岩會計工參觀 會計工提出了設置無障礙電梯計畫 設置地點位於之三岩移植公園內 基地原有設置一處已損壞的糧亭 目前管理機關公園處已協助拆除糧亭 會計工以為請國立成功大學考古研究所 於105年10月進行地層專探研究計畫 初步發現史前時期的文化成或遺物遺留 為了維護珍貴的文化資產 您進行搶救發掘工作 那相關的專探報告 詳附件一 第二頁到第十二頁 另外檢附財產法人之三岩會計工新建工程 之三岩移植搶救發掘計畫 移植發掘申請出 詳附件二 第十三頁到二十九頁請委員參著 你辦 本案你請同意通過 移植發掘申請書 並同意於移植發掘後設置無障礙填梯計畫 那本案提請委員會審議 並因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以上 接下來我們請那個 呃 陳大這邊針對那個這個計畫 做一個簡報說明 大家好 我今天代表劉宜昌所長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個發掘計畫 那首先我會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這個計畫的原型 然後基地現在的狀況 以及我們之前做的專探計畫的結果是怎麼樣 然後再來跟大家介紹說為什麼要做搶救發掘計畫 那因為會寄公所在就是在直三頁的遺址上面 那他這個遺址目前是那個試定遺址 他的文化內涵還是在學術史上是有一定的重要性的 那他的那個範圍就是在 會寄公就在他的地方 那他基地現在的狀況呢 因為會寄公為了剛剛就有介紹到了 為了要服務行動不變成 所以要偵測這個狀態的設施 那所以我們就為了保護移植 我們先執行了靠谷專探計畫來看看說 欸那個地方到底是不需要做 那所以我們就為了保護移植 那所以我們就為了保護移植 進一步的規劃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的 他的位置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之前兩頂的地方 那兩頂現在已經拆掉了 我們就是在這個地方做了專探 那專探之後 專探的結果顯示 他那個地方還有一些 還有文化屯的存在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提醒搶救發掘計畫 來減少工程對遺址的破壞 那這個長舊發掘計畫出來的資料 也是為後續的研究做一些提構 那我現在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專探計畫的結果 那我們就是在他這個兩頂 剛剛看到兩頂那個位置 我們做了六個點的專探 那專探的取決大概就是 三公尺乘三公尺的範圍去做一口 所以我們最後做了六個口 那他的結果呢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做六個孔 但是主要是第五孔跟第六孔 有發現 陶片穴跟一些風化的火燒石 所以我們就判斷說 那邊應該還有文化層遺流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的地層的推斷的狀況 剛剛這個是那個 陽庭的地端 然後下來就還有一個回填圖 那第五孔跟第六孔 我們就出現了這個第二層 黑核色的圖 那裡面還有一些那個石纖影 那接下來就是深圖 再來就是眼盤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專探的 專探的樣子 就是這個是良平的地磚 就是良平那個 跟良平平的地磚 然後下去之後 圖樣是這樣 那大概在這個地方 還有那個黑核色的文化層 然後我們的搶救發掘計畫呢 就是由全大的考古研究所排出出來的 那開挖的面積就是剛剛那個良平所在那個平台 大概是60平方公尺 那我們會依照考古學田園的那個發掘方法 那兩公尺乘兩公尺做一個探坑 去發掘的那個基準 那以自然融化層的方式來進行發掘 那足以兩公分成 這是我們規劃的探坑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實際的狀況會以到時候發掘的狀況為主 那我們發掘的深度會在打到研盤或深谷層之後就會 那我們發掘就要再來 好 那這個案子有還有登記發言的 那我們先請提及發言 那第一位是那個慧濟公的黃平衛 我希望這個案子能夠趕快給他通過 與方面施工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還有發言 還有 第二位是林瑞圖議員辦公室的林洋廷先生 那回去拿東西還沒來 好 那我們再會再有機會 好 那這個案子 因為我們還有涉及到挖掘遺址的專家學者 因為我們委員會成員沒有這個 那我們請了兩位 一位是趙世強的教授 一個是趙金勇 黃世強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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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世強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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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做了一個視覺示範,我不曉得,裡面的文化內容豐富不豐富。 假定是很豐富的話,很要緊的話,無障礙電梯是不是考慮一下改變一個路線? 另外就是說,劉伊昌先生提了一個強求發掘計劃,我不曉得這個計劃是不是需要公開的照標? 還有嗎? 主席,各位長官,大家好 我想這個案子我大體知道一點點時間,就是說為什麼會選在那個地方做 其實當初考量過是說,那坐這個電梯是有其必要性的,但那智商業移植又是本市最重要的考古移植 所以當時的考慮是說,那個地方既然已經有涼亭了,在山頂上恐怕對下面的埋藏的堆積已經有造成一定的擾動 所以當時就恐怕就是因為這個考量就選擇在那個地方 但是端探下去之後就發現說局部還顯然還保留那個原始的堆積,所以恐怕才會有這個搶救發掘的申請 那其,當然黃老師剛剛提的意見,等一下當然是要尊重本委員會的決議 那對於這個申請書,我個人是覺得大體上的問題不大 但是可能有幾個少數的地方需要補充的就是說,這個發別面積60平方米跟實際16個坦坑的64平方米並不完全配合,可能需要修正一點 所以第二則是說,土地所有權人或是使用人的同意書並沒有附在這邊 是不是現在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那第三個則是說,估計的發掘深度會變成是什麼樣子的預計 那是不是能請補充說明,謝謝 那就是可以換到那個端探結果 我先解決 那這個吧 呃,就是關於它為什麼,就是重要性的問題 我們評估的結果是,因為只有我們推測啦,只有這個地方還有部分的文化者存在 那其他1234這個都已經,上面的干擾已經相當嚴重了 然後干擾下去直接就是那個深度存在,就是打到研盤了 所以大概我們再猜啦,就是以專家的結果來看大概只有剩下這邊這樣一點點 所以當初會選在這個地方就是,就是推測說應該對於移植的影響不是很大 所以才會選在這裡做那個電梯 然後之後可能就是要針對這個地方就是進行部分的搶救方式 然後就是把,呃,真的有文化者存在的時候要把它取起來 - 嗯,等一下,公民那個面積的問題 因為那個議員,議員那邊他們會解決自己 - 我的意思是說你這邊寫的是60平方公米跟圖上畫的64平方米 兩個並不能配合,可不可以在文字上還是把它配合比較好 請問這個委員的意見,有專家的意見,還是剛來的規劃單位來參考好不好 來這個,製圖議員的... 來,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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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還有我們在座這些各位委員,大家好 好,是這樣,我們今天就是來這邊齁 就是講這一件就是 它這個無障礙電梯的這個必要性的存在 因為齁,它其實是有226階樓梯在那邊的 所以,呃,我們現在就是規劃這個電梯是為了讓 就是很多老人家他想要上去拜拜 然後他這樣子會比較方便他通行這樣子 因為他這樣爬樓梯可能有很多老人家已經陳情 就是沒有辦法來直接這樣爬上去,對 那所以說,我們就是整體規劃 它整體說的它那個60平方米是 呃,我們當初是請建築師那邊去 大概去估測的這個數字 然後剛剛我們講到這個土地所有全人同意書的部分 其實我們這一塊地是屬於公登處的 那公登處我們已經有去跟它溝通過 那就是這個公文其實公登處他說到時候會把公文發給我們 那他也有同意就是我們能在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地上面就是蓋這個無障礙電梯的部分 所以說大概目前就是剛剛我們 呃,這個我們剛剛這個 這個老師這邊講到的這個問題大概就是這樣子 是,謝謝 謝謝 因為我們地產原物,如果這個還有一個安紅前委員 就直接就這樣看了 那其他部分非常抱歉 那還有其他部分要補充,說明有在接嗎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關於發掘深度的問題 就是大家可以看這樣圖 因為我們到這裡的時候 到那個時候已經打到眼盤 所以能夠挖的地方大概就只有在這90公分裡面 那我們換成大概就在這 所以深度其實不是 等一下還有一天嗎 呃,主席臨時有一位曾家的曾經 那林奎妙小姐 就是因為臨時參與的,是臨時參與的 對臨時,臨時說要發言的 呃,大家好 欸,不好意思 因為我也住在茲山岩旁邊 所以很巧喔 對,就是我想先說 就是茲山岩其實是有一個無障礙通道的 而且是我帶先興障礙的朋友去那邊的時候 大家都還蠻驚艷說 欸,怎麼有一個無障礙坡道做的還蠻好的 所以就是這個電梯 我是在想說 當然我知道有些老人家可能對那個無障礙通道 他還是覺得走起來不太舒服 電梯還是比較方便 但是因為他是重要的國定遺址啊 所以我在想說在工法上面有沒有可能做一些變化 因為今天看起來是沒有看到那個電梯的設計 我相信就是應該可以有一些 不需要往下破壞地層的工法可以談吧 然後再加上說其實整個 我知道茲山岩在我們的都發局那邊應該也有所謂的 景觀的全面系的管控 那麼這個電梯到底會不會破壞那個景觀 我覺得好像是需要更多單位起來幾思廣益 而不是今天很快的就決定說要真的就要往下挖 因為我還是要強調那是國定遺址 對 而且是已經知道確定了國定遺址 我們到底是不是要做這樣的破壞 我會覺得要再慎重一點點 對 好 這可以跟大家講 其他的工法就知道 有誰可以嗎 可以嗎 是這樣子 他剛剛有提到我們這個工法的問題 其實今天這樣子 我們今天會想要把這個案子提出來 然後特別請我們就是成功大學考古所的這個劉教授 他來幫我們做這個測量 就是為了怕會去影響到這個遺址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報告 這個報告出來了之後 他其實已經有講到就是說 其實剛剛大部分的基地面積裡面 其實是他下面是沒有 是沒有就是有太多文化層的部分會受影響 所以說我們才會選擇在這一塊 在這一塊基地去施作 那就是說到時候如果 如果他剛剛有強調到工法的問題 其實電梯這個東西挖 就是要開挖的那個基地 它是不會太深的 那我們到時候也就是會 當然一定會就是去做盡量不要破壞景觀的 我們都不會去捧到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們都不會去捧到自三眼的 任何一個牆壁或者是 或者是任何就是一草螢幕 我們就是把這個電梯這樣直接蓋起來 然後讓它直接跟我們這個廟城直接連接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其實應該對生態的破壞 其實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它這個應該已經 我們這樣子評估已經是到最小的傷害了 對所以說我們其實一開始我們就有想到這個部分 所以說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我們是不是回到委員會 看看都有委員就這個搶救的發掘計畫 有沒有什麼指教的地方 主席不好意思 我還是想因為沒有看到那個 整個電梯的那個建設的那個計畫 那個內容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內容 就是這塊基地跟那個電梯的建設 基地的部分我們看到了 但是雖然剛剛有圖 但我還是不是很清楚 那整個電梯的外貌 會不會未來變成是景觀上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可能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好 一樣就是有關草土遺址的挖掘地方 我想大概應該沒問題 沒問題 不是那個電梯沒有看到 那所以後面剛剛講的 你一半個後半段 同意電梯選擇這個 我決定該拿掉 是不是我們同意 還是 因為剛才也有講 十三岩那邊也有一個都市設計館子 那那邊應該會進都市設計館會 因為今天三美看到電梯 所以我覺得後半段的話比較善良 可以同一那個 發掘 OK 後續的電梯應該涉及獨發掘 其實發展局說等一下 因為這個發展局現在在處理的是 枝山岩周邊 因為枝山岩周邊有很多的都更岸 或者是私人的建築 那怕那些高樓蓋起來的時候 會影響到枝山岩這一個景觀 所以我們現在都市計畫所規範的是 不同的就是 依它距離枝山岩的周邊的這個遠近來 要求說它的建築高度 配有做鑑定率的放寬這些規定 那枝山岩本身因為已經是保存區了 所以在都市計畫裡頭 其實是沒有做規範 因為完全就是依照文資的 文資法規的相關規定來做規定 所以只是說從 應該是說提報人剛剛 或者是說 林小姐這邊講 就是說如果我們對於 枝山岩周邊的私有的建築 我們都希望去規範它 那對於保存區本身 是不是也應該是有 同樣的標準 那這件事情其實它不是在都市計畫委會去做討論 因為它已經是保存區 所以當主席到公民處同意 不是不是 公民處是說它要提公民集會 公民處的公文 在今天的那個 書裡面的 在今天書裡面的資料的那個 那個圖案的最後有預算 因為是議會協調之三年 會集公支邊設不正在電梯 然後那因為是要由文資文會協調 文會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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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疑慮的那個電梯設置的方式 那可能之後有公元處的部分再提報 或者做處理這樣子 會做第二次的報告 剛剛那個跟主席報告一下 他大概在遺址裡面 他原先有那個電梯的討論 有很多次 那當然他電梯的形式裡面 他有設計出來 那找到我先講 找到這個點 大概 劉老師那邊有仔細去找 剛剛那個趙老師已經講過 那這個點因為兩點下 然後大概勞動最少 在整個區域裡面 那現在後來發現裡面還是有一點 所以今天希望把那些東西清出來 就剩下有看到那些東西 這個是一個部分 那剛剛老師大概也覺得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那另外他的那個 那個電梯的形式的 當然老師也可以要求他下次再來報告 應該是由惠濟工那個建築師那邊來報告 我建議要來報告 把那個形式 我大概開會的時候也講過那個部分 那公園處大概只要提同意 土地同意書就可以了 應該是這樣一個程序 所以他剛剛講的就是說 文字會同意